一千零一夜第九十六夜夜幕降临沙克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杜姆康国王等人听了老太婆扎特达瓦西德那份长长的一段话 都非常高兴 只有宰相同丹 觉着老太婆的话不入耳了 老太婆又说 我真担心大主教到来之后看见草原上驻扎着这么多军队 他就不敢进修道院了 杜姆康国王立即令大军开往军事坦丁堡 他说我想带一百名骑兵 另外再牵上多匹骡子直奔山上 抢出修道院中的精彩宝 说完随即派人去喊侍卫官及诸位将领 中将领来到面前杜姆康国王说 天亮后你们立即出发开往军事坦丁堡 侍卫官有你替代我出主意想办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鲁斯图姆有你替代家兄指挥作战 你们要严格保密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不在大军的消息 三天之后我们就去追赶你们 说完杜姆康国王精选了一百名勇敢骑兵 随后由杜姆康、舒尔康、铜丹宰相 带一百名骑士多匹骡子和装钱用的漱口木箱 向老太婆扎特达瓦西所说的那座修道院进发了 第二天天刚亮 世卫官来到大队人马前命令他们启程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军事坦丁堡进发 谁都认为杜姆康国王、舒尔康总督和宰相铜丹和他们一起行军 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已经带领人马向修道院开去了 舒尔康、杜姆康兄弟及宰相铜丹一起人马 一直走到日落时分 老太婆扎特达瓦西安排完毕 他手下的基督徒随行人员来见过他 亲吻他的双手和双脚 老太婆命令他们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那些人就悄悄的溜走了 夜幕降临之后 老太婆对杜姆康国王及随行人员说 你们和我一起上山去吧 你们带的人要少一些 杜姆康及手下人听到老太婆的安排 只留下五名骑士守在山脚之下 德尔威士打扮的老太婆扎特达瓦西 眼见自己的计谋 不不得逞 显得精神格外抖擞 杜姆康见此情景赞叹道平安拉起 是这样精明的德尔威士 我压根还没见过的 老太婆扎特达瓦西 早就用信鸽向希腊国王埃弗里顿传去了情报 将发生的情报一一写明 信的莫为写着 欲请国王陛下立即派一万名罗马精兵强将 悄悄开到此山脚下 以防伊斯兰大军发现 继而开进修道院埋伏在那里 等我带着穆斯林国王及其兄弟去修道院 我已经骗过那国王兄弟二人将他俩带往 同行的还有宰相铜丹及一百名骑兵 我将把修道院里的十字架交给他们 我已经下定决心杀死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 因为此季的成功非以他死为代价不可 一代此季成功 穆斯林们则一无立主之地 二无为之虽火造反之用 退回他们的老家去 至于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主教 也就只能为基督徒和十字架训身献魂了 赞美之词始终归于耶稣基督 信哥飞回君士坦地宝 养哥之人见之立即取下那封信 承送到埃弗里顿国王手中 国王独霸信立即选定骑士 或者配宝马良居或配明陀快罗 各自带上干粮奔赴那座修道院 杜姆康 舒尔康和攒相同单 由德尔威士达万的老太婆扎特达瓦西带路 走进那座修道院 看见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 向他们走来 老太婆说 把这个可恶的逆贼杀掉 重壮士一起涌上去 手起箭落 顿时结果了图美尔哈纳的性命 老太婆带着他们来到还孕堂 但见那里珍宝无数金钱成堆 比老太婆向他们描述的还要多 他们将经营财宝聚集起来 装入箱子里打成驼子 准备用骡子驼走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泰马斯并没有露面 也没有看到他父亲的身影 因为他们害怕穆斯林大军 杜姆康在修道院里等着泰马斯 第一天第二天过去了 仍然不见人来 第三天 舒尔康说 平安拉起事 我不知道我们的大部队的进军情况如何 实在放心不下 杜姆康说 我们已经得了这一大笔钱 我认为泰马斯和别的人 因为看到罗马大军惨败的情况 谁也不会到这座修道院里来了 因此 我们应该满足与安拉赐予我们的财富 立即离开这里 但与安拉没住我们攻克军事坦丁堡 随后他们下了山 老太婆因为担心他们看破他的计谋 也没有阻拦他们 杜姆康一队人马来到一条狭路 忽见万余名基督徒骑兵出现在那里 这就是老太婆扎特达瓦西 阴谋埋伏下的大军 基督徒看见杜姆康的人马 立即包抄挥舞长矛 拔出利剑厮杀开始 基督教徒们喊身震震 寒光闪烁 剑与飞鸣 东康 舒尔康和同单宰相 见这只异教徒如此人多势众 敌我重寡宣殊 经不住发问道 究竟是谁把我们的行踪告诉这只大军的 舒尔康说 弟弟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而是应该挥剑射剑厮杀 要下定决心振作精神奋勇向前 这条狭路实际上是条阳长小路 仅有两个出口 凭安拉和非阿拉伯人的先贤寝室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狭窄 纵然他们有五千人马 我也定将他们全部杀光 宰相通单说 即使我们有一万人马进入如此狭窄之地 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过安拉会没住我们战胜一角途的 我对这条狭路了如指掌 我知道这里有许多可以隐身之处 我随欧美尔努阿曼国王征战过这里 包围军事坦丁堡市 曾经在这里安宁闸寨 这里有比冰雪还凉的冷水 我们应该振作精神 趁基督徒大军尚未全部赶到 从这条狭路冲出去 如果敌人抢在山头 向我们投石到那时 我们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杜姆康一行人马迅速开始从狭路撤离 老太婆扎特达瓦西借此情景便开口对他们说 你们已经把自己许给了安拉 一心一意为安拉而战斗 这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吗 凭安拉启示 我被囚禁地下长达15年之久 从未埋怨过安拉给我安排的命运 将士们 勇敢的为安拉而战斗吧 勇敢战斗者 天堂将是他的归宿地 不战斗者 不可能得到荣光 穆斯林将士们听完这位贾德尔维什的话 心中的忧虑 愁思顿失 烟消云散 一个个镇静下来 这时 基督徒们开始向他们发动猛烈进攻 剑与矛 向他们的脖颈刺来 有的人不幸倒了下去 穆斯林们 自从安拉拉的意志 与敌人展开激战 挥舞剑矛 向敌人猛冲 狠刺 杜姆康奋勇杀敌打牵身手 但见敌军五个十个的人头落地 死者不计其数 正当此时 那个可恶的老太婆 挥剑失意 为基督徒大军鼓气加油 胆怯者纷纷向老太婆 而老太婆则暗示他们去杀杜姆康 他们明白老太婆的暗示 一对又一对的冲向舒尔康 而舒尔康则挥刀武剑 立刻敌军 敌人一对又一对的败在舒尔康的刀剑下 舒尔康眼见自己 随心应手 美美得胜 还以为沾了那个假德尔威士的老太婆的福 舒尔康心想 这位德尔威士得到了安拉的特别关照 正是他增强了我的斗志 以其真诚愿望帮助我战胜一角途 基督徒们害怕我不敢向我发动进攻 而是见我就跑 根本不敢与我交战 穆斯林将士们一直战斗到西洋西下 夜幕降临 他们因为遭劫和被施击 疲惫不堪 就在狭路上找了处山洞 骑身休息 那天 他们当中共有45人均驱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 时便开始找那个假德尔威士 真老太婆 扎特达瓦西 结果踪影全无 觉得很是难过 他们说也许他已经牺牲了 舒尔康说 我们见他用手势为勇士们鼓起加油 并为他们朗诵经文 正在他们谈论之时 可恶的老太婆扎特达瓦西忽然出现 只见他提着基督徒的头领 大主教的首计 原来那位首领本来是一个性情倔强的大汉 是中了一位土耳籍士兵之舰 而被安拉送往多灾海去的 基督徒眼见自己的首领被射杀 一起冲向那个穆斯林士兵 束口宝剑扬起 将那个穆斯林战士迅速被安拉 送进了天堂 可恶的老太婆扎特达瓦西 趁机割下那位死首领的脑袋 来到舒尔康和杜姆康 以及宰相同单的面前 舒尔康看见老太婆一跃而起 她说 勇敢的穆斯林赞美安拉 我终于又看见了你 老太婆说 孩子今天我本准备现身的 因此充分现正 冲入敌军之中 而他们十分怕我 在你们分头杀地时 我真有些嫉妒你们 于是我便向他们的头领 大主角冲了过去 他们这位头领有千夫不挡之勇 而我却上去消掉了他的手机 没有一个异教徒敢于挨近我 你们瞧 我把他的手机带到了你们面前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 沙克扎德戛然止声 大妈感谢大家订阅观看 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